2月12日 由河北省文化和旅遊廳主辦 美國漢天衛視協辦的 歡樂春節美麗河北文旅圖片展 在洛杉磯漢天衛視眼不聽舉行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文化參贊王太玉 發來了祝賀視頻 美國漢天衛視董事長李濟 代表河北文旅和漢天衛視致詞 跨國文旅上市公司天翼旅遊總裁郭朝鷹 美國知名旅遊公司文景旅遊總裁陳志 與李濟董事長一起點亮了啟動儀式 圖片展由河北文史專家吳靈雲現場講解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民間藝術家 來自中國山東合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時事面宿第四代傳承人石鎮山 現場製作了北京冬奧會吉祥物 冰嘟嘟 十年級學生Color王與石鎮山同臺獻進 表演了唐畫冰嘟嘟 兩種最具特色的北方民俗技術 在他們兩位的手中呈現 面宿和唐畫 一個精湛老道 一個稚嫩活潑 相應成去 獲得了滿唐賀彩 著名歌唱家河北籍的趙春生 也在現場奉獻了精彩的演唱 這個圖片展可以讓我們海外的廣大 僑民的了解美麗的河北這麼多景色 平時我們都不太注意 甚至沒有去過也沒有聽說過的一些景色 宣傳一些河北 希望大家有機會了將來到河北去 也希望我們的年輕的下一代海外的 有機會去河北旅遊參觀 漢天衛視為我們在洛杉磯的華人 帶來這麼好的旅遊資訊 我作為在美國的旅遊企業 我希望在疫情結束以後 能夠帶著我們這邊的華人 有機會去看看美麗的河北 河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想地 歷史文化璀璨 全省擁有世界文化遺產四項 世界非一項目六項 國家級歷史文化名稱六座 河北是中國地形地貌最全的省份 自然風光秀麗 北戴河 碧海金沙 燕山太行 層鸾疊 張城坝上 森林草原美不勝收 萬里長城 雄關河北 特別是目前北京冬奧會正在河北舉行 以雪都從里為代表的河北冰雪旅遊 正以全新的面貌 吸引八方遊客 華夏電視臺記者 報道文 公元市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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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